大老师 先说了供应频率 我尽量维持月更 不过我能月更已经不错了 弹幕里的爷爷关更和奶关更 笑纳 主要是一期要花大量时间 而且还要兼顾主业 又要精雕细琢 四周做一期 我感觉效率已经挺高了 另外我之前挖的坑太多 这期填个坑 这个主题已经被大量讨论 当然一些广泛流传的说法 还是有很强的误导性 我会逐个而击破 也尽量模拟电影感 把这个过程清晰地演绎出来 资料和数据除了来源于 我自己常用工具和几个数据库 也来自于日本政府各部门公开数据和报告 对日本经济研究的书目和著作 以及各类学术论文 主题有点大 资料和数据也更密集 不多说 直入主题 时间再次回到二战 由于战争本身和战后美国限制日本贸易 日本物资紧缺 根据通产省通商白皮书中 对各类大农商品的统计 战后的生产和进口 甚至还不足战前的十分之一 甚至有些品位还不足百分之一 同时战败后 20万相关工人失业 再加上国内生产体系破坏 物资紧缺的加剧 而在1947年建立的复兴金融公库 又开始放水信贷大兴基建 通胀一飞冲天 日本大部分交易都在黑市中进行 根据现代日本经济史 当时分布在日本各大城市中的黑市 已经超过17000个 没有监管 秩序混乱 城市进入了原始森林法则 诈骗 犯罪 黑吃黑盛行 日本经济和民生彻底拉扎 而就在水深火热中 美国递出了橄榄枝 当时正是冷战下的两极格局 中国革命胜利 导致美国失去中国这个远东地区重要堡垒 美国的目光转向日本 美国为了遏制苏联 加上日本在亚洲的特殊地理位 美国转而选择对日本实施扶持政策 美国给资金给技术 同时在经济上干预日本进行改革 这从头到脚的改革 成了日本经济恢复的基石 说三点 第一 打击财阀 也就是那几个家族 实力阶层 打破产业垄断 重塑竞争机制 为经济发展解除封印 另外摧毁背后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和实力 第二 农业改革 战前日本农村土地制是寄生地主制 农民种的地大多数是地主的地 而且中国作物的一半是以上 都要当租金交上去 生产积极性低 改革后低价重新分配 农民种自己的地 农业生产积极性和效率得到解放 粮食危机缓解 第三 劳动关系改革 战前工人地位低且净余差 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要求下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 对待遇 工作强度和各类保障进行规定 工人的地位提高 加上劳动条件改善 进一步稳定了社会 同时解放生产力 反观日本 日本是否接受美国呢 或者说日本在两极格局中 是否也选择了美国呢 答案显而易见 或者说也没得选 要知道曾几何时 亲近中国和苏联的日本共产党 还曾在50年代掌握了14%的议会席位 但没过多久 这股势力就被政治对手清除掉了 一方面是政治斗争本身 另一方面也是人民的选择 原因很简单 为了生存和利益 而之后美国更给日本送来一份大礼 朝鲜战争 长远战争给日本带来大量军工订单 为日本经济雪中送炭 甚至有一个专属名词 朝鲜战争特需景气 这些订单让日本工厂重新运转起来 让工人们有活干 有饭吃 让政府有稳定的外汇收入 站在美国身边 可以获得实打实的经营利益 根据常委隆一的帝国宪法 和国家总能源提供的数据 长远战争中特需订单 带来的外汇红利超过整个国家的30% 其中侠义特需是武器装备 和相关运输维护及维修 而广义特需是军队及家属的物资供给和服务 特需订单一直持续到停火后的好几年 觉得晕得直接看最后一行 这一年广义特需累计52亿 在对比1946至1952年 美国援助的不到20亿 这场战争贡献一目了然 在我看来 这笔战争财才是日本战后的第一桶金 根据竹内红的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 战争期间日本闷声发大财 日本外汇储备从1950年的2.9亿 增加到1952年的11.8亿美元 机械运输造成钢铁化学等和战争相关的行业 恢复元气 且也趁机引进美国先进技术 经过几年积累 日本的出口工业蓬勃发展 但日本人心里还是有B数的 战争打得越激烈 日本经济就越兴奋 反制则疲软 所以有趣的一幕当时在日本不断上演 新闻一报道战争升级 日本股指就起飞 新闻一说战争可能演习西谷 股指就跳水 也就有了1953年3月的斯大林暴跌 不过这时候日本已经利用战争红利 从经济泥滩中爬了出来 除此之外 日本能放手全力发展经济 还由于受美国的军事保护 从吉田茂一史 也就二战后第一任首相 日本就贯彻复国清兵的路线 根据信夫青三郎的日本外交史 由于对美国关系和相关军事政策 40年代的日本军费占GDP超90% 而到了70年代军费开支 有时候甚至GDP的1%都不到 这为日本节省了一大笔成本 至此 日本背靠美国经济改革发战争才 经济重归正轨 整个国家也是不问其他 全力发展经济就完事了 性感美跌 在线拧绳 谁都别逼逼 一张蓝图会到底 在这段时间里 出口型工业地基被夯实 而地基的牢固也得益于 沿用了战时金融体系 比如日本央行以窗口指导的形式 制定每年信贷配额 也就是央行规定 每年给什么行业 什么公司多少信贷 这就要提到那部特别火的纪录片 日元王子 它以日本央行为主线 讲述了日本的演变 接涉了央行长期的窗口指导 和搭档省的纠葛 甚至推测央行为了改革 获得独立和权利 主动制造泡沫 并刺破形成危机 引导社会变革 纪录片就对这种 计划经济色彩的窗口指导 多有微词 但我只保留太多了 我们知道像冶金 能源 机械 钢铁 化工 建筑等行业前期高投入 且周期性强 对于资本来说费力不讨好 尤其是金融下行周期时 资金往往转而进入新的高等涨行业 甚至托时入虚 而正是政府对于资本和现代的控制 在经济急需爬出泥潭的特殊时期 引导社会资源到道日上 夯实地基 给未来日本的技术转型提供基础 而对于自主金融体制和自由金融体制的讨论 我在这留个伏笔 日本此后延续了外向向的经济发展 为了立足国际市场 日本甚至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 来保护大型出口企业 另一方面 全力科技立国的路线 重视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 基于引进技术 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经济白皮书 可以直观地看到 日本在60年代引进技术数量爆炸式增长 其中甲类技术 活动期限或付款期限超过一年的项目 野类则是不满一年的项目 甲类技术引进量 更是从60年代开始 以每5年翻一倍的速度 火箭式增长 日本引进和消化的技术同时 演变出各种改进和创新 评论前10年根基行业的富足和技术进步 日本制造竞争力逐步增加 60年代的日本经济彻底进入了快车道 根据日本统集的数据 可以看如从60年代起 出口加速上升 至此 日本开始起猪楼 根据日本名义GDP增速 从1960年到1970年 日本增速一直在10%至20%之间 日本这种增长就像是怪物 所以这段时间也被使称日本速度 正确路线和连年积累 推动日本制造产业连续升级 70年代往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调整 为克服资源小国的天然屏障 坚定走技术立国的道路 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商品 占比越来越多 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 虽然这段时期经历了石油危机 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日本已策锁出口的经济模式 依旧坚挺 再到82年代 二年前给科研教育事业 拨洒的种子生根发芽 一批高速的人才 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半导体 商用作战机 以及相关设备加入经贸战场 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 日本出口继续过关斩将 在70年代和82年代 更是再次加速 陡然上升 就这样 日本制造蹲蹲续续 卖了20多年 长期的贸易顺差 使日本积累大量财富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心态都发生了变化 生活从拮据 再到富裕 再到奢侈 发现自己慢慢占到了世界的顶端 大家过上了夜夜生鸽的生活 对未来充满信心 根据事业银行的数据 到了1988年 日本外汇储备超过了900亿美元 位居全球第一 1990年 日本国内资产总值 约为20万亿美元 想象一下 一个岛活占全球的五分之一 楼市和股市屡创新高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和统计局的数据 日本的工业 商业和住宅用地 均从1983年开始飞涨 截至1991年 主要城市工业和住宅用地 价格指数翻了两倍多 商业用地上涨超过五倍 而东京圈土地价格指数 包含商业和住宅 在几年内翻了三倍 地产价格傲视全球 有一句话你们应该听过无数次 当时如果将东京卖掉 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这种话真是听烦了 反正就是哪个经济体火热 他就要买下美国了 这种都是老千层饼 日本股市也从1983年开始起飞 从一万多点涨到峰值 接近四万点 整个市场翻了三倍 1989年底 日本股票总市值约四万亿美元 接近全球总市值的一半 当时的国际资本市场 一半体量都在日本 而就在1989年 接近四万点的高空 经济学家纷纷站入来说 日本必胜 传统经济理论 已经对日本不适用了 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人类文明将被重写 所有提示风险的报道 会被扣上不爱国的标签 全民看多 购入财经大仙 也开始会有四万点 只是牛市的开始 日本要冲击六万点 大家已经无法冷静下来了 欧印作多 手中的房产 股票每天都要增值几万 甚至几十万 个个都是代夫翁 大家疯狂的购物 投资纸醉金迷 开始买美国的不动产 一度导致路上基市区 47%的房产 都在日本人名下 对外国人在夏威夷公寓 和酒店的投资统计 90%以上都来自日本 买加拿大的森林 买澳洲的铁矿 买奢侈品 甚至还爆出了 奢侈品牌辱日的八卦 嗨 还真是哪有钱 就有这事 还有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说是为了五分钟的车程 有企业中层 砸了一百万打停车 虽然那会儿 日本人均代富豪 但这种离谱 我去扒了吧 这个说法来自 1988年的周刊文春八月刊 懂的人都知道 周刊文春的性质 所以这事的水分 就不好说了 还是当八卦听吧 别上升到实时论据 日本海外并购规模 持续升级 除了1989年 索尼买下 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同年30以8.46亿美元 买下洛克菲勒集团 51%的股权 取得了洛克菲勒中心的 控制权 这个洛克菲勒中心 可是美国政府 认定的国家历史地标 当时各路美国媒体 大肆渲染 日本威胁论 说日本用资本武器 发动了另一次 真正港事件 一般这种涉及 保护主义的并购 一边真缺钱 一边真有钱 但是这事儿没完 买个伏笔 当时的日资企业 在全球进行了 21比500亿日元以上的并购 其中18比并购的是美国公司 总结一下 日本通过外向型出口工业 和连续技术升级 在国际贸易市场 披荆斩棘 积取了巨量财富 国内各个市场繁荣兴旺 连创新高 日本彻底有减入涉 并开始在全球撒币 日本能在美国这么折腾 一方面是日本积累的财富 另一方面那会儿美国经济确实不行 美国从1975年滞胀凸显 通货膨胀你们都知道什么意思 而滞胀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 降微说就是物价猛涨 但GDP不怎么涨 看这两张图 伴随一路向上的CPI GDP增速却是一路向下 美国解决办法 就是通过提升利率强行压制通胀 通胀是被压制了 但利率上升导致汇率上升 从而打击了美国的出口 原理香港金融保育战那期讲过 美国的出口遭受打击 贸易逆差增加 一直赔钱的美国最后才能赤字高企 而上面讲过 这时候日本出口工程掠地 因此日美贸易摩擦浮现 我捋了捋了 基本在仿制 家电 钢铁 半导体 汽车 大都是因为日本卖太猛了 由于汽车行业 真是天道好轮回 当年美国扶植埋下种子 现在生根草原 回来大肆抢夺美国市场 以丰田和本田为代表的日本品牌崛起 和美国汽车业的衰退 形成鲜明对比 要知道80年代初 美国汽车产业有超过600工人失业 再加上美国逐渐恶化的贸易逆差 人们的情绪转移到了日本品牌上 政客们为了迎合民意 开始对邪恶的日本发难 让美国品牌破产 并且让工人兄弟失业的凶手找到了 随后一股反日浪潮席卷而来 以汽车工人为主力的反日游行 轰轰烈烈的展开 最后演变成打砸日本车 这也算是名场面了 所以当键盘侠们用你国和贵国阴阳怪切的时候 不如去了解一下 在历史的长河中 谁都不比谁高尚 由于民意的加持和不断恶化的国内经济 美国开始对日本动手 1983年对日蒙德车征收45%的重税 1985年促误日本增加美国农产品进口 1987年对日本电视机和电脑征收重税 最重要的是 1984年美国开始推动日本金融自由化 说三点重要的 1.放松存款利率管制 2.废除对金融企业业务领域的限制 3.逐渐放宽外汇管制 这一下是重要考点 也是之后的伏笔 为了切实可行的自救 美国终于放入大招 把日本、英国、法国、西德叫来开了个会 美国让其他国家干两件事 一是你们都抛入美元 让美元贬值 增加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二是市场自由化 增加对美国商品进口 你们这一年没少从我这赚钱 现在我太难了 再不让我赚点 那只能翻脸了 经过多轮过拳和威逼利诱 最后达成协议 就叫广场协议 以后见到什么会议 什么事件 不用觉得多专业 多高大上 很多经济学也牛逼哄哄的事件 很可能就是讨价还价 或者分赃不均的私逼而已 他有人说广场协议 是美国针对日本阴谋 就更扯淡了 广场协议之后 各国开始抛售美元 自家货币相对升值 日元开始升值 在1985年至1988年这三年里 日元外汇翻了一番 这张图是日本外汇率越多均值曲线 越向下日元越升值 日元快速升值 让国际资本迅速涌入 那国际资本怎么就轻松涌入了呢 起码刚才那仨考点打在弹幕上 推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日本 对境外资本态度暧昧 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 也不出预料地进入了两大蓄水池 楼市和股市 楼市和股市的繁荣 又吸引了更多资金的加入 形成一个循环 从香港金融保存站到这一期 都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 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说实话 我也对金融自由化有偏见 倒不是我奉行哪种经济主义 而是纯粹的利己主义 金融自由化 尤其是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解除 那不是让我们这种直接拉闸吗 赚钱已经很难了 又来一堆抢十达的段位还不低 国字头还好 但剩下怎么办 我承认这是屁股决定思想 但这就是大实话 于公于私 我都觉得金融自由化 更像主流西方经济理论包裹下的糖衣炮弹 说是自由主义陷阱一点不过分 这不是我立场的问题 主要是雪的案例太多了 要是有机会 以后跟你们说说阿根廷 再加上很多外网鼓吹金融自由化的 很多是满嘴都是主义 心里却是利益的 我现在也懒得对象 说回日本 广场协议后 日本继续高举金融自由化的大旗 拥抱境外资金 同时为防止广场协议造成日元升值 打击日本竞争力 继续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央行继续做大社会信贷规模 根据野口拥挤熊的泡沫经济学 银行甚至求着机构和个人贷款 你要一个月 给你放1.2个月 就是为了完成今年的信贷配额 但这时候的钱已经很难进入实体经济 现在流动性 加上日本国内热钱 再加上国际上的热钱 全部一头扎进楼市和股市 日本央行在1985年至1987年 为了持续刺激经济 连续5次下调基准利率 从5%降至2.5% 本来资金过热的市场上 又出现了巨量流动性 此后1987年4月 日本政府推行税制改革 就是对居民和法人 减征约5兆日元的税收 1987年5月 再次减税1万亿 并追加5万亿的公共事业投资 这一系列操作 让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资金更加充裕 流动性爆炸 根据日本统议局的数据 广一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 动辄超过10% 过剩的流动性 导致泡沫越吹越大 回看本章 处于巅峰的日本 遭遇日本摩擦和广场协议 同时在美国压力下 推进金融自由化 大宴宾客迎接外资 由于担心广场协议日元升值 对经济竞争力的打击 日本推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 助长泡沫 这出大戏终于迎来了高潮 就在一年半之后 日本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过热的风险 又或许是央行终于等到 它的回合 翻开盖牌 开始反向操作 简单粗暴 央行选择自杀式加息 来抑制经济过热 我为什么给它起名叫自杀式呢 利率提升了0.5% 市场上就得骂好久 但是日本在几个月内 将基准利率从2.5% 停到6% 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迅速下降 暂解叫它流动性消失数 这就像是一个在百米冲刺的运动员 突然把他嘴捂上 帮了呼吸 这个巨大的经济泡沫瞬间刺破 他们起诸楼验宾客 终于来到了治安时刻 日本政府的操作迷幻且前后矛盾 这也难怪故意做大泡沫 然后主动刺破 引发崩盘的论点 甚嚣沉上 不过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一点 广场协议不是日本经济崩盘的根本原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利用广场协议 真正导致崩盘的是日本自己 先是逐步放弃自主经济策略 开放金融自由 慢慢进入自由主义陷阱 然后接连发布政策 刺激经济 货币宽松 释放流动性 泡沫膨胀 然后再反向操作 强势加息受影流动性 泡沫瞬间被刺破 投包配酒 说走就走 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燕 也佐证了这个观点 他的日本汇率政策失败 所带来的教训中原话是 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并不是原生之本身 而是政府采取了 错误的调整政策和货币政策 自杀式加息 导致市场上流动性突然干枯 流动性消息数让股市涮先发难 日经从1989年的12月高点开始下跌 几十天跌了20% 市场突然变天引发恐惧 大家开始恐慌性抛盘 虽然有人试图抄底 但股市回调了一点之后 以更快的速度断崖式下跌 10个月的时间跌了50% 经济损失都没法用意义这个单位了 得用照 这段时间股市蒸发270兆日元 黑暗彻底笼罩日本金融市场 扼住了每个投资者的咽喉 很多加了杠杆或者借钱抄股的人 一夜沦为千万富翁 不堪重负下 无数人选择跑路自杀 随着金融资产的贬值 各类金融机构为避免损失 要求借款人追加担保或还款 结果大家为了填窟窿 又开始拆东墙补西墙 导致几个市场的孔狼性卖盘继续增加 加剧下跌 而很多人当时都头寸拉满 在这样的环境下 每个日本人都被动变成了空头 除了抛售 没有其他选择 资本市场进一步崩盘 各路国立资本不计代价地 卖出日元资产 逃离日本 所有人都在抛盘 日本资本市场彻底沦为绞肉机 失红遍野 再看房地产市场 1990年3月 政府发布了控制土地相关融资规定 收紧房地产信贷 这个政策标示着 停止对房地产市场的输血 市场风向变动 导致出现大量卖盘 卖家降价抛售 卖不出去就继续降价 新房从原来抢购 到现在的无人问津 根据日本统计局的数据 可以看到 首都圈新建工艺销售金额 自1991年变脸 两年跌了三分之一 这还没完 日本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政策 递加税 就是类似于房产税 如果说刚才那个政策 就是停止对房地产市场的输血 那之后这个政策 就直接抽血 终于大坝的口子被撕开 楼市这个巨大的续扯石 开始全面崩溃 日本房价急转直下 根据日本统计局的数据 可以看出 东京圈住宅土地价格指数 从1991年的高点 断崖式下跌 到1999年腰斩 也就是说 这一千万的房子 过几年只值五百万了 而且还要震荡阴跌 甚至出现了极端情况 比如你当初买了这一千万的房子 像银行贷款七百万 自己首付三百万 但后来房子暴跌 只值五百万了 而且因为经济危机 你失业了 没有能力继续还款 银行收回房子 但这房子只能抵你欠 银行七百万当中的五百万 剩下的两百万欠款 你这辈子还得继续打工还上 梳理一遍就是 首付三百万没了 房子也没了 还多了两百万欠款 你后半生还得给银行打工还债 一夜回到奴隶制 当然了 这是极端情况 银行在11层楼中也有变通的方法 但是在高位买房的人 都多少面临这样的恐惧 到了1992年 情况继续落化 股市从1982年12月的近四万点 跌到1992年8月的一万四千多点 跳水超过60% 楼市更加夸张 从1991年开始崩盘之后的几年里 先是断崖式下跌 然后持续阴跌 之前给的是东京圈住宅土地价格指数 我们现在来看东京圈商业土地价格指数 从91年到99年暴跌了70% 而且我还查到了更加极端的情况 就是某郊区的资产跌到了最高点的七分之一 想象一下吧 以前是4G大平层 现在跌的只剩个厕所了 多个市场的崩盘 造成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猛增 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 甚至开始出现现金流的问题 便是在崩盘后的几年里不断有银行破产 中小金融机构破产更是数不胜数 市场风暴最终进入了实际经济 无法获得书写的日本实际企业 相继大量破产 即使那些没有破产的公司 也都在疯狂裁员和编买资产 以求苟活 整个日本迎来的失业潮 根据日本官方数据 92到00年期间 失业率翻了近三倍 而这些大批失业的普通人当中 身上还有住房按揭 他们的收入来源被切断 更无力还款 只有加速了楼市崩盘 和不让代口率的上升 恶性循环继续 一场教科书般的魔法新人主义服事会 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 每天都有企业倒闭 每天都有带量人口失业 精神病院 每天都有人自杀 整个日本仿佛被地狱笼罩 日本GDP增速在之后的几年里 急速冷却 甚至出现负增长 在这场浩劫中 日本企业为了生存 开始变卖海外资产 这就终于说回乐格菲勒大楼 196年7月 三宁财团旗下乐格菲勒集团 将14栋乐格菲勒大楼卖掉 用来救机 而这14栋大楼又被转卖给了 乐格菲勒第三代领导人的好朋友 又是一道轮回 甚至有可能当年有这样一段对话 什么 你家房子被日本人买了 没事 过节 哥们给买回来 至此 日本强烈的货币紧缩和连续对房地产打击 引发连锁效应 资本争相逃离 各个市场相继崩盘并陷入恶运循环 在一片哀嚎中 政府没有有效的救治政策 危机积居实际经济 导致整个日本商业社会陷入崩盘 在一片哀嚎声中 日本企业停日扩张 大量财源 变卖资产 只为活下去 整个社会的信贷大幅萎缩 遭受失业潮的日本人也开始不再消费 流动性更加枯竭 这段时间 央行也没有有效的政策 刺激经济和恢复流动性 通货紧缩 彻底显现 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相反 可以理解为 设置上的流动性太少了 进一崩盘导致失业和收入骤降 大家对未来充满绝望 都把钱存起来 既不消费也不投资 社会信贷规模也直接拉闸 物价和资产价格持续下降 消费萎靡 导致企业亏损 企业只好继续裁员 减薪 甚至破产 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失业率持续上升 大家更不敢消费和投资 形成恶性循环 一潭死水 陷入低欲王闭环 日本CPI自92年开始断崖式下降 虽然都研究怎么省钱 利息都快是复数了 且处于账户还加收管理费 都没人愿意把钱从银行取出来 防了零首付 且利息优惠也没人买 物价连年下跌 工资和收入也在下跌 好不容易赚点钱 根本不敢消费和投资 赶紧存好准备过冬 有工作的担心明天会被裁掉 失业的则要想尽办法生存下去 吃最便宜的 穿最便宜的 像牲口一样活着 日本走向了低欲望受费的深渊 在这个深渊里 受伤最大的是日本普通人 他们在楼市和股市里的损失 很多都是一辈子的财富 所以很多人选择自杀 根据后生劳动省的数据 日本自杀人数尤其是男性 在95年至零年间爆炸时增长 直到前一年才回落 这次崩盘少数人是赢家 而多数韭菜和糕点街牌的普通人 成为新人蛋的奴隶 坠入深渊 除了自杀 抑郁和其他精神疾病 日本的人口失踪率也陡然上升 有些是跑步了 还有些是选择更低调了结自己 同时根据后生劳动省发布的报告 以及大前沿逸的低谋受贿 经济低迷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和声誉 年轻一代宅文化盛行 高于餐厅和歌舞伎厅迎来关门潮 各类神社接待数大幅增加 路边流浪汉数量巨增 消费严重降级 饮食上能吃饱就行 通勤上只做公共交通 停止一切风险投资 消费只看性价比 能买二手就不买新品 日本年轻人更加不愿意谈恋爱 不愿意组练家庭 已经成家的丁克主义大行其道 从途中可以看出 日本粗出生力一直处于阴跌通道 又根据日本统计局的数据 日本收贿15至64岁人口占比 也从92年开始掉头向下 而95岁以上人口占比 却一路向上 社会老龄化浮上水面 在危机后的深渊中 政府的表现依旧充满争议 为了应对危机 日本重新回到宽松的货币政策 又开始掉头降息 同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增加政府支出此一经济 但政府依旧没有直接印钱 对于已经陷入通缩的经济体 单纯的降息 很难刺激货币供应的回升 而政府支出又通过发行债券来募资 降维缩就是我从市场上借了几十万亿 然后又把这几十万亿投放回市场 就是把池子中的水收集大桶 然后又倒回去 池子里的水的总量没增加 流动性依旧紧缺 这些轻量级的手段已经无力回天 得到输血的金融体系接连破产 实际经济持续恶化 通缩长期化 日本政府的应对力度疲软且拖泥带水 导致日本在衰退的深渊中持续了好几年 直到96年 住专的巨额不良债权暴露 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再加上这几年拖泥带水的恶化 1997年起 日本三洋证券 北海道拓制银行 山衣证券等投物金融机构破产 这时候日本才重拳出击 出台一系列法律拯救金融体系 开始对不良资产下猛要 制定金融服务法 投资者信用保护法 和最重要的金融再生法 对部分银行实行暂时国有化 强势处理不良资产 对超过17家银行直接注入资金 并且推动银行间的横向合并 你们可以理解为银行间的破产重组 同而1998年6月成立金融监督厅 直接接管大当省的监管智能 这一系列强硬的干预 才让资本市场给出了回暖的反馈 但这时 大当省这个央行上级部门的权力根基 开始动摇 之后大当省又爆出多起丑闻 民众开始声讨大当省 同而要求大当省为经济衰退负责 直到2001年大当省被拆解 至此 央行的权力和独立性大大增加 有一派认为这是一个巨大阴谋 如同日元王子里面所言 央行从80年代就计划好的这一切 开始吹泡沫 然后刺破 然后拖延应对危机 造成通缩 霍水东引大当省 央行完成怀的转身和独立 还有一派说着美国意识到日本崛起的威胁 开始暗中支持日本央行和大当省的内斗 央行和大当省确实有长达数年的兑现 但是这些观点就有点脸谱化 而且我本身比较抵触阴谋论 我更倾向于这个过程中 从央行和大当省的官员 到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员 和小型金融机构的负责人 再到企业主 股民和购房人 资本金字塔的每个层级 都是危机的受害者 但也是推进者 雪崩中每个勇闯天涯的雪花 都不过是在时代的背景下 做了利己的选择 在危机中选择最大程度保全自己 在分国中尽量推卸责任 接绕风险 是整个社会多层次 不约而同的趋利避害 而不是20年前就计划好了一切 或者什么美国操盘 而且日本在危机后 通一带水有重要原因 就是社会对于 是否要用纳税人的钱 拯救金融系统这个问题的争执 这也是有千年难题 降维说就是公平性更重要 还是使用性更重要 选择公平 那要大家一起遭罪 拖着不就一起完蛋 选择实用就挨骂 老实本分的普通人 凭什么为金融系统的疯狂 和错误买单 当然了 我实用派 而且根据各国应对 金融危机的方式来看 最终都遵循实用性真相定律 千年难题下 还有很多细分难题 比如动多少纳税人的钱 用什么方式 先救谁等等 因此也会伴随着长时间的扯皮 就又涉及各种利益集团 政治势力 再加上民众舆论和市场变化 金融危机处置的背后 也是一场各方博异大戏 无论是在危机形成 还是在危机处理中 即使央行有利用危机 促进彻底改革的意图 或者有境外势力参与 但单纯的归咎于央行的阴谋 或者境外势力 也不利于我们看到市场的全貌 任何一场危机都是复杂的 多层次参与并推动的 也是人性的缩影 以后我在讲其他金融危机的时候 也会让你们看到这一点 而对于危机的脸谱话 可能其中有一定道理 也能自圆其说 在茶余饭后 淡逼确实挺有意思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 把市场拉得更远 通缩小的日本人 内心磕下了血的印记 他们坚信未来一天比一天差 不思考不努力 不恋爱不婚 不遇不消费 政府的不利应对 导致衰退延长 问题积累 直到金融体系摇欲坠 才重拳出击进行改革 深渊女的日本人 说自己失去了10年 现在被写成失去了30年 但我们回到上一世 要辩证地看 日本确实遭受重创 从92年起 金融增速平均每年也就2% 而且还出现过负增长 还面临财政恶化 通缩长期化 高失业率 低强受贿 和收入差距扩大等 但我们要看到冰山另一面 第一 日本00年由于IT拉动 出现一次短暂的景气 恢复了一点元气 第二 由于日本90年代崩盘 日本金融行业被打蒙了 风险偏好被打得稀碎 话锋转向保守 对风险高度重视 不让贷款率一路向下 规计世界银行的数据 在05年至07年 降到连2%都不到 海外投资更是未首未缴 购买的美国次贷资产 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少的 这些都增加了 日本抵御08年 世界金融危机的防御率 第三 92年以来 日本GDP长期保持世界第二 虽然在10年被我们超过 但仍稳居世界第三 人均GDP从92年的3.1万 到18年的3.9万美元 稳居发达国家水平 第四 根据日本统议局的数据 日本整体失业率 也从03年震荡回调 慢慢恢复元气 一句话 老底还在 进一步说 日本仍处于世界产业内的前端 在高温间科技的部分细分产业中 占据核心地位 比如半导体 显示设备和机床等 很多日企在失去的30年里 默默转型 舍弃了家电制造 夏普卖给了鸿海 海尔收购了三洋冰箱洗衣机板块 东芝白色家电卖给美地 他们转而向上游技术突破 甚至个别耳熟能详的企业 让自己在消费市场消失 转而投入新材料 人工智能 生物医疗 新能源 机器人等领域 我们身旁这个强大的竞争者 正在继续向上突破 并暗中发育 近20年的日本经济 优于巨大的命题 但这期写到这儿 已经11000字了 反规好的话再单开 就不展开了 只是提供一个角度 辩证地看待失去了30年 我经常做到事件 经济原理和内在规律 都有数据之冲 不只是单纯的观点和分析 也希望在模拟地人感的同时 讲得跟付费网课一样清晰 比起日本的经济轮回 更加引人思考的是 经济崩溃下 日本普通人的境遇 尤其是在崩溃中 损失最大的一代人 以及那个绝望 且死戏沉沉的社会 我们这代人 一直生活在 以后会更好的预期里 以后的收入会更高 机会更多 物价和资产价格会涨 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 一切都是向上的 以后会更好的期望 深入骨髓 但是回到上帝视角 或许我们才是 生活在一个特立地 我们生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 我们就误以为 整个世界都应该遵循 以后会更好 但世界不一定是通胀的 还可能是通缩的 这个世界不只是春河景明 也有不测之渊 所以说什么岁月静好 你不过是生在了盛世 从衣食住行到价值实现 都要倚仗稳定 和向上的经济环境 而我们却很难意识到 这种我们坐享其成 且习以为常的状态 是一种奢侈品 因为我们已经麻木了 而这令人羡慕的麻木感 并不是唾手可得 更不是天经地义 而来自共和国经济发展中的 探索奋进和炫瀚 是每次资本市场 暗长羞泳中的运筹帷幄 是经济和外交中的 纵横百合和勾心斗角 是神州华州 持续几十年的艰苦奋斗 是对外贸易 和中国制造的珠基寸蕾 是每次灾难和危难下的 陆利同心 更是各行各业 绝火微光的勤劳奉献 只是生正同时的我们 换了人间 也换了心境 这种麻木是奢侈品 而洞察和珍惜本身 则更加奢侈 我要把那句话改改 得到的不都是侥幸 失去的才是人生 资本有无眠 下期见